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我们台湾受到 封面云系南下的影响 很多地方都下起了这个滂沱大雨 那么目前我们从云路上面 可以看到我们台湾上空的云量 还是很多 但是其实封面已经逐渐 通过我们台湾了 可以看到封面目前 已经慢慢的通过我们台湾的 这个中北部 来到我们的这个偏向 东南部的这个地方 之后还会慢慢的 再往东面移动 但是在我们台湾的上空 云量还是很多 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封面逐渐南下之后 当我们台湾附近 那比较偏东侧的这一段 已经慢慢的往东面移动 但是在比较偏向西侧的 这一段的这个封面 仍然在中国南方到 这个南海北部 海南岛这附近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还是比较不稳定一些 那么在明天我们台湾 还是会持续受到 比较偏向南方的 这些水汽的影响 因为在这个比较不稳定 那里面还是会比较容易 有对了云气萧萧涨涨 所以明天我们台湾的天气 还是比较不稳定 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但是整体来说 雨势会比今天缓和许多 不过中南部也要特别注意 明天会比较容易 有这个午后雷震雨 那么这一波风明云气 慢慢的通过之后 还要特别注意的是降温 在我们北部今天晚上 会慢慢的就会受到 偏北风 把北方凉空气带下来的 这个影响 所以整体来说 这个晚上的温度 大概会下降到 20度 21度左右 所以整体感觉来说会比较偏凉一些 如果今天要比较晚回家的话 可能要稍微注意这个 好 保暖 可能要多戴一件薄长袖 或者是薄外套 来看一下 明天的话 就是像我们刚刚说过的 还是会受到一些南方的残留 云气跟这些水气的影响 天气仍然不是很稳定 比较容易有短暂的阵雨 接下来礼拜四 礼拜五会有空档 但是午后了一阵雨 机会还是很高 到礼拜六 礼拜天的时候 可以看到还会再有一波 风明云气南下接近 但是它的位置目前看起来是比较偏北一些 所以周末两天天气会如何 还有一些变数存在 目前看起来是北部跟东北部 可能降雨几率会稍微比较偏高一些 那么接下来下个礼拜 还会持续再有风明云气南下 影响到我们台湾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 下个礼拜天气 仍然也不是太稳定 是比较容易有这个风明影响的这个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温度的话 在未来的这个礼拜 咱们北部 礼拜三的话呢 中午高温会稍微的比较低一点点 没有那么热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云量还是比较偏多 那么到礼拜四的时候 慢慢的天气好转之后呢 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这个白天的高温 可以回升来到28 29度了 还是比较偏向有点这个炎热的天气 那么清晨低温的话呢 有慢慢从22 21度 回升来到这个23度左右 那么来看一下南部的这个温度变化的曲线 这个整个趋势呢 就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低温还是有26 27度 中午高温仍然有29到32度左右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偏闷热一些 那么来看一下 未来四天容易下雨的地方 礼拜三的话呢 最主要是风明云气已经通过 还有些比较残留云气 所以呢 在这个平地的地方 还是有些局部零星短暂震雨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山区哦是比较容易哦 五后对流尤其是在我们的中南部山区啊 下这个五后这个雷震雨的时候呢 不只会有瞬间雨量稍微比较大一些啊 甚至可能会有打雷闪电的情况 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来留意 礼拜四礼拜五的话呢 平地的降雨还会在明显的趋势 甚至是可以看到阳光 但是山区还是很容易哦 五后雷震雨 那么到礼拜六的时候呢 目前看起来这个降雨可能是明显趋缓的 但是刚刚跟大家提醒过 礼拜六其实是有风明云气 会接近我们台湾北部的海面 如果再靠近一些 有可能北部的降雨几率就会明显的提高 那么来看一下 在这个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还是各地还是降雨几率都是比较偏高一些的 那么低温的话呢 提醒大家特别注意 尤其是北部跟东北部的低温 会感觉稍微比较凉一些些 那么在明天各地的天气 同样的降雨几率都还是比较偏高一些 而且云量也是比较偏多 另外在这个温度的部分的话 低温大概是在22到26度 中午高温 在我们的这个北部跟东北部 大概还是维持在25、26度 在我们的中南部的话呢 根本东南部可以来到27到31、32度左右 所以几个天气 重点提醒大家 礼拜三的话天气仍然是不太稳定 虽然风明已经通过了 但是因为还有一些南方的水气影响 所以各地还是要注意 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那么山区会比较容易有午后雷震雨 礼拜四天气逐渐好转 温度回升 但是周末还会再有一波 风面雲气接近台湾的这个北部海面 另外西南风也会逐渐增强 所以周末开始到下个礼拜 天气会慢慢的转趋 不稳定 不稳定